马太福音第七章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珠前 恐怕它践踏了珍珠 转过来咬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烦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 求饼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所以 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 岂能摘葡萄呢 吉里里 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 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 结坏果子 好树 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 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所以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称呼我 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 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 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所以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 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 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大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众人都吸其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他们的文士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